刘培元的常识宝典 一窥世界各国男人女人平均的长相 世界比如说200个国家好了 这个每一个国家长得不一样 但当然很复杂 虽然每一个国家都有它长相的一个特色 白人、黄种人、黑人、印第安人等等 阿拉伯人 可是每一个国家里面长得又不一样 所以没有办法说到底平均长相 不可能太复杂 可是这个是外国的网站 就是做一个各国人平均长相 下面这个解析度不是很高 但是我待会会讲它的名字 就各国下面英文名字 它是国家的名字 它就做一个圆形 做一个圆形下去 然后输入一些参数 然后把它做成各国的人的一个长相 但是看起来好像都有点像 有点像 它就输入一个圆形的关系 再做一个细微的修改 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 当然你不要说你说钢子头 你说拿这个照片下去 对啊 我到菲律宾到哪里 就会长得跟这个照片一样的 看不到啊 人家长得不一样 所以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只是做一个电脑 做一个圆形 做一个参数 输进去 所以实际上当然人总是复杂了 每一个国家长得不一样 每一个国家里面又有各种不同的民族 所以长得是千奇百怪 这个一种米洋百样人 所以这只是一个参考 只是一个参考 还是有参考性 所以这一集呢 你就把它当作一个趣味性 趣味性 当然它有一个常识性在里面 那我们来看看 像第一个菲律宾人 我们先整个看一遍 这个女人 各国的女人 当然还是有一些差别 大体上看起来是有点像 但我们待会再讲解 就是就可以看出一些比较细微的变化 像男人 各国的男人 男人好像差距就大一点 比女人差距大一点 所以当然这个外国人 他这个网站 他做这个 他还是花了很多心血 花了很多心血 但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热物 你不可能把每一个国家 长相全部包出来 那没有人做得到 他只做一个原型 做一个大概 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看这个菲律宾人 菲律宾人 基本上东南亚就是马来人 马来民族 基本上就是个子小 皮肤黑 嘴唇厚 鼻子低 单眼皮 点圆圆的 一般的形象是这样 但实际上 实际上当然又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像菲律宾 他虽然是马来人 可是他以前 很早以前被西班牙统治过 所以有些混血 混到西班牙 就皮肤白一点 轮廓深一点 就像台湾 台湾有些人 轮廓也蛮深的 当然有些台湾有分外省人 本省人 但是我说本省人 这个台湾人 不是原住民 也不是客家人 就本省人 他有些混到以前 因为台湾被荷兰统治过 所以有些 我也看到有一些 这个男的女的 女的比较多 就是头发带点红色 红棕色 或者是咖啡色 然后皮肤很白 轮廓蛮漂亮 那就很可能就混到了 混到荷兰血统 那这个菲律宾人呢 除了以前被西班牙统治过 混到西班牙血统之外 结果美西战争 美国西班牙战争 西班牙输掉 然后他就放弃 放弃了菲律宾 变成美国的属地 所以又混到美国 所以这个 菲律宾人对美国又爱又恨 为什么呢 他觉得 我以前受西班牙统治 生活被欺负 那好不容易 美西战争 美国赢了以后 那应该我独立了 结果美国又把它纳为属地 所以他也不高兴 但是后来觉得 美国统治我也不错 其实美国对人 他对这个统治的国家 其实是不错的 以后有机会再讲 所以他有些菲律宾人 他混到西班牙血统 混到美国血统 皮肤会比较白 那这个照片呢 看起来这轮廓还不错 跟马来人不太一样 就是有可能多少混到一点 白人血统的关系 菲律宾人长这样子 当然菲律宾人长很多 有的真的又矮又黑 有的皮肤蛮白 个子也蛮高也有 所以菲律宾男人女人也是长相差很多 这边是放一个圆形 一个prototype 放一个圆形进去 在菲律宾人 那这个Kambodian是柬埔寨 柬埔寨以前过得很惨 以前也叫高棉 高棉或柬埔寨 以前瀑布政权的时候 哇乱杀人杀很多人 那柬埔寨就比较没有白人 殖民统治比较少 所以他比较像马来人 就是鼻子就比较塌一点 塌一点 那嘴唇稍微厚一点 更单眼皮 所以高棉人差不多这样子 这平均值 就是只是一个外国网站做出来的 所以你不要说 我去高棉看来 女人长得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个意思 这只参考一下 那越南 越南也混过法国 法国的血统被法国统治过 所以越南 有些一般越南个子很小 这东南亚个子就小 女孩子可能平均 那么一五多一点 然后又比较带黑 可是有时候你看越南 有些越南女孩子 也蛮白的 就可能有混到血统 像这个 这看起来蛮白的 就参考一下 就他们也是鼻子塌一点 是这样子 然后越南有些是 有华人的血统 因为他那个越南跟 柬埔寨也是 就是跟那个中国南部 一些少数民族 也是同族的 然后泰国呢 泰国呢 泰国也是比较没有混血 他们姓佛教里面 小圣佛教 泰国一般也稍微黑一点 黑一点 但是当然 泰国北部南部 我看过一些女孩子 有蛮白的 个子蛮高 蛮漂亮 北部 北部个子高一点 一般来讲地球上呢 北部偏白 南部偏黑 尤其接近赤道 比较黑一点 但是你当然到南半球 又不一定了 就是越接近赤道的 区域的国家 皮肤越黑 当然也比较长不高 这泰国 有的泰国长得不错 然后这个是希腊 那希腊的这个鼻子 倒看不出什么端粒出来 但是人种学上 就有一种叫希腊笔 罗马头 罗马头法 希腊笔 希腊笔就像 第二名星梅里斯翠普 或者南明星 确尔丹斯斯顿 就是鼻子 当然很高 然后就是很窄 很窄 有点带点曲线 那个希腊笔 很窄 这个并不是 也不说每一个希腊 都希腊笔 就是有些希腊笔 是那个很有特色 鼻子很高 很窄 很尖 但是又跟北欧 又不一样 因为北欧是 鼻子也高 可是没那么窄 希腊笔 希腊人 这是一个参考一下 希腊人 南欧 南欧 希腊人比较 比较没有金头发 所以欧洲金头发 要北欧 北欧比较多 那中南欧比较少 所以那个英国 这个英国 尤其是那个南欧 意大利 希腊 这些 巴尔干半岛 金头发比较多 要到从德国 法国 至少从中欧开始 一直到北欧 违京人 金头发比较多 那意大利也是南欧 就是以前 罗马帝国 就是整个 欧洲就是希腊 希腊文明 罗马文明 罗马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首都罗马 很多罗马人 意大利的女孩子 长得很漂亮 长得很漂亮 就是脸比较风雨一点 反正再参考一下 那西班牙呢 西班牙就是伊比利半岛 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 西班牙人 也是标准的白种人 就参考一下 大概长平均值 这是电脑动画 就是参考一下 大概这个样子 那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黑头发 黑头发 以色列有的女孩子很漂亮 当然以色列有一些 也金头发比较少 大部分是黑头发 或者棕色头发比较多 那以色列是非常强悍的民族 因为它那个 从圣经开始 一直到 到那个 这个经过四十年 到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西部 就是被这个阿拉伯人这个排斥 所以就是很强悍 所以其实中东战争非常强悍 全民皆兵 都要打 都要打这个当兵 所以那个也那个什么 也那个很红的 也那个名字一下忘记了 也那个女超人的 女超人她就是 最新一代的女超人 就是那个 就是以色列人 然后中国人 中国人是我们讲汉族 不是讲少数民 当然中国人也很复杂 本来的 我们说中国人就是 那个蒙古种 就传统的 传统的中国也是 他鼻子 后嘴唇 单眼皮 蒙古种是这样子 当然很多混到五胡乱华 五胡就是像洋人 甚至黄头发的也有 就是 就是鼻子高 眼睛很深 所以中国 汉人也已经 已经没有 已经很少找到 村种的汉人 就五胡乱华混过 但我们都是中国人 就对中国人 就比较了解 那 韩国人 韩国当时北韩 南韩 但长得差距不大 韩国人 韩国人 女孩子特别喜欢 那个整形 就很多很漂亮 就是鼻子垫高 然后那个 割双眼皮 所以这个很多 韩国女人长得差不多 那一般的韩国就 因为他纬度高 皮肤比较白一点 跟中国人也是 有点像 韩国人 那日本人呢 就是大和民族 也是跟中国人 也是有血缘上的一些关系 也是单眼皮多 但是因为美国统治过日本人 日本 所以很多日本人混血 就是跟美国大兵混血 所以那个 日本人一般也是 轮廓稍微平一点 但有的日本鼻子也蛮高的 就是也是混过血 然后这个 蒙古 蒙古脸 那蒙古一般 没那么白了 到蒙古不是没有白 皮肤白 就蒙古院那边 太阳 太阳比较大 一般都是脸晒得红红的 脸比较圆一点 那鼻子也很塌 比较平一点 然后你看 陈希思海 每个都大 大边脸 然后那个 眉毛都凤 这个凤眼 眉毛都细细长长的 所以这个 跟这张照片的形象 可能不太一样 那乌克兰呢 乌克兰也是白人 乌克兰 就是本来以前属于苏联 后来独立的 乌克兰 乌克兰很漂亮 所以东欧的女孩子 有的很漂亮 所以东欧 那个 每年啊 都有输出 一二十万的新娘 到全世界各地 就是 他们在网站上 那个 弄点视频啊 给你看一看 那你 你如果觉得不错 先跟他见个面 双方谈妥了 他看你要多少钱 比如说台币 可能你要付个 五六十万台币 就他肯定说 我安家啦 买个 盖个房子给家人 就要花钱嘛 那很多 去大陆新娘也是一样 到现在你花个台币几十万 对 安家费就娶过来 所以很多东欧的新娘 那乌克兰很多 那边是比较 女人当家 东欧很多是这样 又乌克兰很多女人漂亮 那瑞典呢 就是北欧啦 一般是金头发 一般是金头发比较多 比较天然 他们比较 比较 比较帅身 比较帅身 也不一定 都化妆 有些就是不太化妆 就是去的时候 感觉上他们比较 比较纯朴 比较自然一点 脸油的时候 皮肤感觉要粗一点 然后那个波兰 波兰是东欧 就比较没有像瑞典 那么样的北欧 那么样的金发 波兰人 东欧 所以波兰也很可怜 因为他位置 常常被苏联欺负 或者被德国欺负 那俄国人 俄国人 我们一般讲 是欧洲的俄国人 因为欧洲 因为俄国人太大 有亚洲的俄国 有欧洲的俄国 那欧洲的俄国 俄罗斯呢 就比较像西方人 那亚洲呢 就是蒙古种 所以以前我去俄国的时候 看 哇 那个人差很多 有的简直像中国人 有的简直像美国人 像欧洲人 有的不中不西的 它人种非常复杂 我们这边参考一下 它的人种太复杂了 然后那个土耳其 土耳其算欧亚交解 不中不西的 一般也是黑头发的多 这轮廓也蛮深的 比较偏黑一点 土耳其 那黎巴嫩 黎巴嫩 黎巴嫩也是中东那边的人 长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阿富汗 阿富汗也是算 这个阿富汗 那个也是中亚 中亚民族 阿富汗 阿富汗一般肤色 也稍微深一点 可是有的阿富汗人 轮廓也蛮深的 皮肤比较黑一点 伊朗也是 皮肤稍微黑一点 可是很多伊朗人 它轮廓很深的 以前我们叫波斯 叫大使 但是有女孩子 那个轮廓 这个嘴唇有灵有角的 鼻子也蛮高 眼睛很大 当然很多是因为 伊斯兰教关系 它那个蒙面 但他们有的蛮漂亮 眼睛很大 整个轮廓很突出 然后这边比较是偏黑人 查德 克麦隆 非洲那边 当然非洲一般来讲 就是鼻子塌 嘴唇厚 皮肤黑 这样子 然后伊索皮 伊索皮是很古的国家 很早已经就登入世界舞台 伊索皮 人一般比较瘦瘦的 有的鼻子 你看这个鼻子蛮高 因为它也是混过血 那南非呢 南非就比较土著一点 就是鼻子比较塌一点 那西非呢 西非我们参考一下这样子 然后这个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也是白人 也是白人 就是在那个靠近东欧那边 中欧靠近东欧那个地方 塞尔维亚 是像球王 球王像 网球球王就塞尔维亚人 也是像西方人 然后这个捷克 捷克也是西方人 就是反正东欧啊 东欧那边长得 就是感觉上蛮像的 然后匈牙利 匈牙利是 是有黄董人的血统啊 这个这样的 这动画这样子也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匈牙利呢 匈 就是英文叫汉 Hun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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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汉子孙 因为就是以前 拔都西征啊 这个 陈维斯汉的那个孙子 拔都西征啊 建立那边啊 所以他 他的英文名字 就是大汉子孙 所以他有亚洲血统 当然他有欧洲血统 所以匈牙利的人种很复杂 有东方的血统 有西方的血统 然后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 这个以前吸血鬼啊 那个德古拉 这个伯爵啊 就在那个附近 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那一旦 Transevania 现在已经没有 没有那个小公国 罗马尼亚 然后这个 这个 印度啊 这边是讲 因为印度很大 赤大陆啊 印度 南印度的 长这样子 印度的轮廓其实很深啊 而且印度最早是白人啊 他不是 不是 不是皮肤很黑的啊 那皮肤很黑是混到 混到阿拉伯那边去了 最早的 所以 印度有一些那个 保莱坞啊 全世界说 除了好莱坞以外 最大的电影上叫 保莱坞 印度的 就保莱坞有些电影明星啊 简直就跟白人一样 但皮肤没那么白啦 但它原始是白 就是有些轮廓 比西方人还西方人 这鼻子好高啊 眼睛还有绿的啊 这个很特殊啊 这个看过好几部 那个男的女的 很漂亮 简直像西方 皮肤 皮肤没办法了 现在印度要找到 皮肤很白的 已经很难找 所以最原始的印度人 是白皮肤的 就是欧洲人的形象 像那个 布尔玛 就是缅甸啊 后来叫 布尔玛 缅甸 翁山苏西那边的啊 这个照片 这样看起来蛮可爱的 然后那个 撒摩亚 就是那个 巨石强生 巨石强生 它有撒摩 它母系那边 撒摩亚血统 撒摩亚血统 就是长得 比较粗壮一点 粗壮一点 头发带卷的 卷毛 那德国 德国一般日耳曼 德国金头发很多 这张照片不是金头发 他们金头发很多 有林有角 德国有林有角 这张还比较显示不出来 当然德国也是很复杂 它是日耳曼民族 也是很复杂 它比较跟那个北京混 跟那个维京人混血的 就是金头发 个子比较高 然后有林有角 鼻子很尖 那有些是 混到了法兰克 又混到了这个法国 南欧的血统 就比较没那个 所以德国也是 那个人啊 也是每个人差很多 法国人 法国金的法兰克人 法兰克族 法国人是很复杂 金发也有一些 但是黑发多一点 法国女人也很漂亮 非常漂亮 法国女人 很浪漫 法国人比较浪漫 然后英格兰 英格兰就是 央古尔尚克逊 一般也是 黑头发比较多 但是人总很复杂了 现在黑人也 移民过去很多 又混到北欧的 混到东欧的 所以也是 这每一个国家 都很复杂了 但是纯粹的英国人 反正参考一下 荷兰的 荷兰的个子高 它是全世界 平均身高最高的 男的 平均身高大概183 所以你到那个 你到 到这个 这个 尼德兰啊 就是荷兰啊 你只要男的 不到183 就是矮子 女的大概不到173 就是矮子 你大概到190以上 才算比较高一点 所以这个荷兰人 而墨西哥人 黑一点 所以墨西哥 但是有些墨西哥人 轮廓也蛮深的 因为混到西班牙 因为他讲西班牙文 但是他原住民 就比较黑一点 比较那个 个子也不高 比较黑一点 讲西班牙话 这秘鲁 然后那秘鲁长得 没那么好看 平均来讲 没这么好看 这边只参考一下 皮肤秘鲁黑一点 安地斯山脉那边 生活很平息的 然后 阿根廷 阿根廷是白人 他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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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南美 可是他就是 西班牙的血统比较高 所以 中南美有一些国家 他这个白人比例高 像阿根廷 还有像那个 委内瑞拉 哥斯大利家这些 就像白人的多 然后 这个 巴西 巴西是南美 唯一不讲西班牙的 讲葡萄牙文 所以 当初就西班牙 葡萄牙 殖民这个南美 那个巴西呢 一般也是 这个 巴西的这个南美女孩子 就是 屁股大 屁股很翘 个子 也不会太矮 就轮廓 轮廓也蛮深 然后这个 很热情 非常热情 因为那个 跟土质有关系 所以这个 嘉年华会以后啊 这个生育率特别高 嘉年华会男女啊 就杂交 就是很多种情况 所以以前 我亲戚住在 住在这个 这个巴西 说这个很乱 这个 自然也乱 但嘉年华会很疯狂 男的女人很疯狂 然后他讲得很夸张 说这个嘉年华会啊 结束之后 隔天啊 哇 地上都妈内裤啊 内裤一堆啊 有的喝了酒 高兴啊 男女狗喝之后 那么内裤都忘了拿了 就走了 结果 这个十个月 一年以后 哇 小孩就生很多 然后那个 亲戚讲说 有一个 他们的高速公务 桥下啊 有一个好几万人的 这个弃婴啊 就是孤儿啊 当然不是都婴儿啊 有的是四五岁五六岁 没人养啊 这个政府养不起啊 老百姓也不养 像野狗一样啊 有时候去偷啊 去干嘛 所以以前又发生过 警察就在那边开枪啊 后来这个 就枪杀 就是好像 打那个 打猎一样 就很惨 所以巴西很乱 然后再看男的啦 赛维啊 男的这样 赛维啊 黑头发的多 也算白人啊 这南非的黑人啊 就是比较是黑人的形象 然后这个 南印度 印度人就黑一点 黑一点 常常喜欢留胡子 那西班牙是白人啊 平均 就参考一下 平均 那瑞士呢 瑞士中欧的地方啊 瑞士也是头发 黑的 金的 都有啊 然后台湾啊 这个像不像 你自己去 反正我们台湾人啊 也是有点像啊 台湾也是很复杂 因为台湾有四大族群嘛 有外省人 有本省人 那就是台湾人 就是 闽南人啊 也有 客家人 客家是中原古族啊 古代的民族 还有原住民啊 这四大 四大族群 然后西藏啊 西藏是姓 喇嘛叫的啊 这样子 然后乌克兰 也是白人 标准的白人 但那边金头发少啊 就是中发 中色头发比较多 乌克兰男女 都长得蛮漂亮的啊 澳洲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就英国人啊 以前就是 罪犯啊 那些 英国很多罪犯啊 这个关不下了 或者 不想让他回来 就 就殖民到 澳洲 就像中国 那台湾啊 台湾啊 台湾最早也是 配罪犯 还有一些 渔民啊 混不下去了 所以 然后在 清朝的官员 再派过来 所以最早也是 台湾也是流放的 这个阿富汗 阿富汗 阿富汗 长这样子 他们常常都戴一个帽子 都戴一个帽子 然后 阿琴丁 他也是白人啊 黑头发比较多 阿根廷 白人 就是西班牙人那边 然后那个 缅甸 布尔马 或者现在叫 南马 缅甸 那张照片算长得不错 一般缅甸 可能没有 没有长那么好看 阿根伯利亚高缅 高缅就是标准的 比较是 马来人 个子比较小 黑一点 那英国 英国男人啊 也是 种族很复杂了 这个只是一个参考一下 英国 英国一般 黑头发比较多 然后 伊索皮亚 南德 这样子 法国 法国男的 法国也是 民族也是很复杂 很浪漫 法国很浪漫的 然后这个 蒙古族 蒙古族一般来讲 脸更圆一点 更圆一点 那这个单眼皮是没有错 单眼皮 一般鼻子还再塌一点 就像你看那个 陈其诗汉 这个 元朝的那皇族 都是圆脸 圆脸 大兵脸 这是他们民族特色 这个还不是那么清楚 秘鲁 这个南美那边 秘鲁 安地斯山 很穷困的 很穷困的国家 但是 但是又专门出文明 玛雅文明 印加文明 阿斯提克文明 然后波兰人 这个东欧那边 这很可怜 常常利益上 常常被欺负 波兰人 然后波多里各 中美洲 美国的 美国的属地 也是 也是人种混很凶 又混到白人 又混到黑人 又混到当地土著 也就是人种很复杂 那罗马尼亚呢 东欧那边 也是白人 黑头把的都 俄国人太复杂了 所以俄国人 东欧的 欧洲部分的俄国人 跟那个西方人 长得又不太一样 因为他人种太复杂 混到 混到这个亚洲的血统 所以他长得很奇怪 就是他轮廓 没有像一般的欧洲人 那么尖 那么立体 但是他也是白人 然后撒摩亚 就巨师强身 就是壮壮的 头把 头把通常带卷的 比较多 肤色比较黑 这个是有一点 带一点点黑人的血统 然后这个是沙兰地阿拉伯 沙兰地阿拉伯很有钱 因为产石油 所以在那边住很舒服 也不用缴税 汽油等于是免费 这个教育都不用花钱 当然皇族是更有钱 所以沙兰地阿拉伯 黄族很多阿 虽然每次黄族一出国 包机阿 有的那个飞机很大 连那个高级汽车都带过去 一处饭店都整个饭店包起来 黄族有钱的不得了 德国人 德国人就我们讲日耳曼人 一般金法的 德国金法很多 当然这个是棕色头法 人种是很复杂 德国人 德国人是非常注重纪律 非常讲效率 也比较严肃一点 所以你跟德国人交往 一般来讲 觉得他好像 不太容易亲近 可是呢 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你跟他交往的时候 你让他觉得你讲话算话 讲话很实际 不是很那么 很随便 时间久一点 他就会跟你交朋友 所以种族其实 要看你自己 你如果给人家 慢慢形象好 印象好 言行句子都好 人家都会跟你交朋友 然后希腊 希腊也是黑头发比较多 希腊 欧洲的最早文明就是希腊 印度 印度就是皮肤黑一点 但它有的轮廓很深 伊朗 也是中东那边的人 伊朗也是皮肤黑一点 伊拉克 伊朗就在伊拉克的左边 这两个算是一个共同民主 所以那个 中东的起源 就在佑巴拉底和迪格里斯河 所以那个以前的 一千零一夜 我们小时候的童话 一千零一夜 就发生在巴格达 以前叫巴格达 后来叫伊拉克 在爱尔兰 爱尔兰 像那个 后来乌那个老牛仔 约翰文 他就是 祖先就是爱尔兰人 然后以色列人 一般黑头发 黑头发比较多 大胡子 中东那边那一带 阿拉伯半岛 中东都大胡子多 墨西哥人 皮肤一般偏黑一点 这个子弹也算白了 那一般的墨西哥人 比这个照片要再黑一点 这个 乌兹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 中亚那边就像那种 迪马西 我那个超高音 但是那是假音 那不是真音 就是那一带的人 他是哈萨克 这边乌兹别克 哈萨克 基业其实 一堆国家 大草原 当然又有沙漠 这是非裔 非洲的美国人 非裔美国人 所以你在美国人最好就要不要叫Black 你叫African American 比较客气一点 但一般非裔美人 比这个再黑一点 所以有些 有些美国黑人 轮廓也蛮漂亮的 因为什么 也是混到 混到美国血统 因为黑奴嘛 但是没有人权嘛 所以以前那个 以前那个 几百年前的时候 很多这个南方 美国南方的白人 地主 就是去强奸他 就是反正 然后又生小孩 有的有的弄死掉 有的生下来 就皮肤比较白一点 这是一般 白的美国 美国白人 美国白人这样子 而且美国白人也是很复杂 因为没有纯美国人 一般是英国裔的 移民过去比较多 爱尔兰 英格兰 比较多 又一些从意大利 几个大的地方 意大利 这个 德国 这些移民比较多 然后中国人 男人 平均中国人 然后那个 捷克 捷克是东欧的人 长得跟苏联人有点像 这蛮奇怪 不 就是 是西方人 可是又没有像那么西方 也是混血的关系 菲律宾人 菲律宾一般 个子稍微矮一点 但有的混血 混到了 混到了 这个西班牙跟美国的血统 有的皮肤蛮白的 匈牙利 就是 前面讲过是 那个蒙古 蒙古族的后代 当他也混到欧洲人 所以也是 长相也是不忠不息的 匈牙利 匈 汉 英文叫汉 就是 不是汉朝 就是大汉 元朝的蒙古人 大汉 大汉的子民 意大利人 这是标准的 罗马 罗马民族 日本人 单眼皮 当然也混过 也有很多 因为日本曾经统治过他 所以有很多 混到美国血统 就比较漂亮一点 日本人 那穿透日本人 叫夏宜人 个子很小 长得很丑 那后来慢慢的 优身改良 就单眼皮 比较多了 然后那个 韩国人 韩国也是 单眼皮的多 那韩国女人 很多的爱整形 男的可能少一点 单眼皮 然后泰国 黑一点 轮廓也比较浅一点 那这张轮廓 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巴西 巴西 南美最大的国家 巴西 喜欢踢足球 很厉害 越南 越南这张算是白了 一般我们去看 越南没有那么白 个子很小 越南很小 然后这个 这个 西非 这个黑人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一集 就是大概 所以这个 你不能 当他绝对值了 因为这不可能 这个各国的人种 太复杂了 这边只是外国 他花了时间 放一个原心下去 然后透过电脑 做点参数 就是一个 一个参考 或者你当个区位信 看一下 就大致上还是可以看出来 各种各国的人种 还是有点不同 所以这一集就等于 长一点知识 来当点区位信来看 那我最后的要求 就是你看我视频以后 你要把我15个 YouTube频道 全部按订阅 这一集讲到这里